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月亮一部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月亮一部是一部家族裡面在PVP對戰最常出現的 主要原因在於他與其他屬性的一部不是招勢太弱 就是有更強的選擇 然而二系的月亮一部之所以能夠出頭天 主要揚愛他的純二系屬性與坦度的優勢 加上大聲咆哮的高蓄氣 讓他在超級聯盟戰場上有一席之地 招式組的部分月亮一部只有二系的小招 首選會是蓄能高的大聲咆哮 基本上不會有玩家選擇出奇異級 至於大招的話 二系可以在二隻波動跟欺詐之間做選擇 兩者差異並不大 至於第二招一定料帶有增長 尤其是遇到弱點屬性時格鬥、惡、妖精 才能夠用增長打出傷害 如果手上的月亮一部沒有增長 丹尼是建議不要上場使用 因為逆風幾乎就是送頭了 從月亮一部的屬性圖也能夠看出 如果遇到幽靈系與超能力系 是月亮一部最期望的狀況 而基本上丹尼除非遇到妖精、格鬥、二系的寶可夢 才會使用增長去出招 不然首選還是二系的大招先放 畢竟能量比較低的情況下能多出幾次招才是最實在的 本部影片將會介紹四場實戰月亮一部的先發 也由於隊伍中有月亮一部的關係 因為沒有遇到超能力系或是幽靈系的狀況 打起來算是比較穩定的類型 因此這邊第二隻會放上爆發力很好的狡猾天口 來帶起風向 但兩者都擁有二系的緣故 會放上一隻瑪莉露莉防止遇到格鬥系 而妖精系的話至少還能夠打平 月亮一部先發基本上取決於角色的屬性 假如對手沒有妖精系或格鬥系的狀況下 月亮一部基本上不太容易輸 靠著體質與快速出招的兩項優勢下 都能打出不錯的效果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開打吧 好 今天的第一場比賽就開始了 那我們用月亮一部看會遇到誰呢 但希望遇到戴歐齊西斯或是鬼師通這一類型的 那第一場的對手會是 哎呀是毒骷娃 毒骷娃這邊是逆風了 因為毒骷娃會使用雙倍奉還的小招 打月亮一部算是蠻痛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能要換一下角色了 好 換上的是瑪莉露莉 雖然換上瑪莉露莉會有一個風險啊 主要毒骷娃應該會有毒系的招式 但是他立馬換角 他換上的是 影夢魔人 不過換影夢魔人是有點 不知道他的用意啊 因為主要影夢魔人也沒有完全壓制到瑪莉露莉 雖然是認為如果他用毒骷娃繼續打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我們第一下水炮對手沒檔算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優勢啊 那我們先不要檔看看 結果是暗影球 哇靠 暗影球打在瑪莉身上傷害還好 可是因為影夢魔人的攻擊力沒有像鬼之通那麼高啊 那你記得鬼之通打的暗影球在瑪莉露莉身上會蠻痛的 但是血量上燙起來只有三分之一 其實還好 然後我們第二下兵用光束就是把他影夢魔人給打下去了 對手一上來用毒骷娃應該是毒系的招式我們這邊就不防了 因為血量上其實也沒事 欸就是泥巴炸彈啊 看來他有稍微控一下能量 好沒關係 然後我們下一隻看來一定得上月亮一部了 因為如果我們上腳踏天狗被他的毒系招式打到 跟格鬥系招式打到應該會當場往生了 所以我們得用月亮一部跟他硬拚了 然後這邊記得因為對手是 但是格鬥系的緣故我們這邊只能用增長來打 但是增長對於毒骷娃而言傷害量至少有一半以上 所以效果還算不錯 所以不要認為你有格鬥系的寶可夢就可以壓制二系的月亮一部 因為月亮一部的增長對於格鬥系而言其實傷害量也是滿足的 雖然沒有效果卓越 然後對手因為殘血了 我們就用二隻波動直接把他請下去吧 欸這有防了啊 他是認為 唉唷他的氣剛剛好啊 好那邊我們就讓月亮一部下場吧 他的血量剩一格我們可以讓我們的 腳踏天狗上來稍微打個一下大聲跑笑 去一下氣 然後看他最後一隻是誰啊 最後一隻很重要啊 欸是瑪麗露莉啊這邊我們就有機會了 瑪麗露莉對上腳踏天狗如果防護照相同的情況下 會是腳踏天狗獲勝 因為我們的夜刃加大聲跑笑出招數會比他的 集中光數來的快很多 雖然說我們的夜刃打到瑪麗露莉身上大概就有半條啊 不過我們依照目前的情況 我們應該是打到兩下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們剛剛有先出來放一身大聲跑笑把那個毒花請下去 所以我們蓄氣量這樣多了一次 然後這邊就是快快的把夜刃靠出來 基本上算是已經贏了 可以看到夜刃給予瑪麗露莉的傷害大概一半多一點點 這就是瑪麗露蠻討厭的地方 因為他就算吃到鳳凰植物也不會當上死掉 而且他會不用光束啊 這邊如果防護照的狀況下 劣勢的話就很容易 被瑪麗露收割了 好那我們這邊 算是一個驚險獲勝 因為 開場是逆風啊 好那第一場獲勝了 那我們直接進入第二場 今天的場次就有四場 不過沒關係還是 來介紹一下願望伊布 願望伊布其實很多玩家是希望當你介紹的 主要在於他其實蠻平民的 而且他的坦度跟他的出招速度很快的關係 整體來說很好用啊 不過丹尼不太 喜歡這類型因為他比較穩健一點點 好來 那我們願意步第二場 哎唷遇到的是 美瑪麗塔 美瑪麗塔我們在大獅人盟很常見啊 大獅人盟會配蠻莉跟炎崩居多 不過因為 超級炎崩是有瑪麗露的關係啊 所以有可能玩家會配史萬福特 我們先不擋看看 還是炎崩 這樣算不錯 然後如果是蠻莉就很吃緊 好這邊遇到剛系的緣故我們一定要用二系的二字波動 如果增長會被他的剛系給減傷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二字波動給予美瑪麗塔的傷害遠半 還算不錯 美瑪麗塔的缺點在於他 超級炎崩的彈度沒有像大獅人盟那麼厲害 第二下我們先防一防 他存好蠻莉啦 結果還是炎崩 有可能他的第二招會是史萬福特 所以他一直放炎崩 不然正常來說如果打到月亮一步 通常會續兩個蠻莉直接出來然後換角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換角 因為畢竟 希望留一個防護罩的情況下 再下一隻 結果是史萬福特啊 哎呀 有點預測到啦 他的第二招是史萬福特所以他剛沒出滿力 這邊算是有一點 哎呀可惜我們不用光束沒打到 這邊有點失誤了 好沒關係 沒關係 對手是 暗影的大石火啊 真的難打 我蠻討厭到暗影系列的 因為暗影系列的出傷害量算是很夠啊 而且只要沒算準很容易就被他秒殺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繼續打 目前還不一定會輸啦 剛剛茅莉莉沒難到不用光束算是一個缺點 不過 再繼續打看 欸結果他是用青草攪拌機啊 然後最後我們剩下腳踏狗的狀況下 就用小招大石跑小把他磨死之後就看他剩下 要上誰 他上梅莉塔的話我們直接用夜刃把他尻死吧 雖然夜刃對鋼器的梅莉塔傷害算是普普啊 不過 他的血量其實不多啊 而且他防下夜刃之後 然後我們的夜刃又蓄好第二發了 所以他真理上他的防護罩其實有點白用 他說這隻很有可能是 瑪莉露莉 欸不是是鯉魚王啊難怪他要防禦啦 因為鯉魚王本身他是被草屬性雙剋啦 這邊算是最後一隻 鯉魚王所以我們這邊完全壓制啦 如果是別隻的話可能 九蛤天狗不一定能夠帶走對方 所以看到我們一發夜刃就直接把他的 鯉魚王直接帶走了 第二場也算是驚險獲勝啦 那我們來第三場 這一套陣容其實 缺陷大概就是妖精系跟格鬥系啦 所以瑪莉露莉的第三 放在第三個位置的話是為了彌補這一點 然後我們第三場遇到的是巨藻怪 巨藻怪的話對到 用一步說實在話是一個 持平左右啦 因為對方的降溫水炮出招速度很快 我們的二次波動出招也很快 不過巨藻怪他的坦度並沒有在高級煙盟那麼的厲害 所以基本上他如果吃到二次波動的話 其實傷害量還是蠻多的 可以看到其實我們打算的傷害比他的降溫水炮要高一點點 而且要稍微注意一下巨藻怪在超級煙盟通常不會用地震 正常來說應該都會用烏尼波 因為主要他還是想要打瑪莉露莉啊 然後因為對手防禦了 所以我們再吃他下一招的時候也可以防禦 基本上一招目前的狀況我們是有優勢的 因為我們傷害量跟出招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第二個防護罩的話就看人啦 因為基本上他的血量上其實也不是很足 如果他這邊防護罩的話我們 第二下可以看刺死後不一定要防 因為我們可以先上瑪莉露莉上來 或是腳踏狗都可以稍微蓄一下氣 然後我們這邊就不防了讓漁藻一步下場 然後我們等一下派上腳踏狗看 氣能蓄到多少 所以你可能在他出招前先用夜刃把他埋死 我們這邊就還省一個防護罩 可惜 這邊好像沒按到夜刃算是一個比較 可惜的地方 不過他應該是用江湖水砲 所以我們不防看看 沒錯 雖然江湖水砲打在腳踏天狗身上是有減傷的 不過可以看到因為腳踏天狗本身的彈度不足 還是損了半條血 而且我們這邊已經按到夜刃算是有點小虧啦 如果正常的情況下可以多放幾個 大聲咆哮再續一下氣會比較理想一點點 然後他最後一隻 不是第二隻 第二隻是 奇異奇鳥 奇異奇鳥剛好壓制到了腳踏天狗 然後我們這邊放招之後就讓腳踏天狗下場吧 可惜沒有按到夜刃 那我們最後一隻就是 瑪麗瑞 瑪麗瑞打七星鳥算是一個非常穩定的 一定會贏的 因為只要在於 妖精系的瑪麗瑞 可以擋龍襲的招式 可以減傷 然後加上他的翅膀攻擊也不是效果太好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個平庸光束直接把他帶走 欸可惜 他的 原來他蓄氣蓄那麼滿 我一直想說可以稍微的再用幾個泡沫 然後稍微的抹一下 說不知他已經 那這邊有點小虧啊 如果我們剛剛在他發第2個 誰要猛擊時就用邊光束拿下來 會是有比較理想 就不知道他最後一隻是誰了 如果他最後一隻是比較殘忍的角色 我們這邊可能會輸掉 因為我們想像剩下不到一半 有點小小的大意 欸是櫻花鵝啊 哎呀而且他是飛一塊道櫻花鵝啊 最近的櫻花鵝都是總級玩笑 難得看到飛一塊道啊 飛一塊道這邊他用普攻隊幫我打死啊 我的天啊 哎呀啊可惜啊 不過遇到飛一塊道櫻花鵝算是一個比較 近期比較少遇到 因為總級玩槍配上他的 氣象球與日光速算是一個目前的主流啊 沒關係第三場是一個失敗收場 不過那我們就進入第四場 第四場是雷吉斯奇魯 月亮一步在首次遇到雷吉斯奇魯其實不用太緊張 因為主要在於他的招式基本上會用蒸氣彈來打 來打月亮一步 除非他想要騙招 但如果他想要都用蒸氣彈的話 我們這邊就可以用防護罩擋下來 可以看到二隻波動大概給予雷吉斯奇魯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雖然傷害量不是很高啦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比較快 所以還是可以讓他磨一下 我們這就防吧 結果是降光炮這邊算是有點騙到啦 雷吉斯奇魯唯一的月亮一步就是蒸氣彈而已 因為如果降光會打到其實傷害算是普普 可以看到我們用兩個 二隻波動之後馬上換成瑪麗露莉 他這邊出蒸氣彈的機率就非常高了 因為他不可能再磨到第三個招式 所以我們這邊切換成瑪麗露莉瞬間擋他的招式之後 算是有一個賺到啦 然後對手有換上的同樣是鏡像的瑪麗露莉 那我們可以稍微預測一下他的角色裡面應該是沒有潮汐寶可夢 然後換上瑪麗露莉的主因大概就是打算把我們的瑪麗露莉磨死 而且他是嬉鬧的 是拿來打內戰用的瑪麗露莉 所以他這邊優勢因為打你配上的是水 然後我們稍微把他磨一下之後等一下換上腳踏狗 直接把他的瑪麗露逼死 理想的是我們如果可以放到兩次招式 可惜沒有辦法 不知道他是不是嬉鬧 是嬉鬧耶 他直接果斷的把我們的瑪麗露莉拿下 那我們就直接換上腳踏天狗之後就可以逼死他啦 因為他使用嬉鬧的關係 他的氣量應該不是很足 他要在防護照優勢的情況下 拿走我們的腳踏天狗算是有一定的難度了 至少我們可以把他的兩個防護照拿走 欸他換上 雷吉斯奇魯了 好那我們趁機先給他一個氣炸 然後這時候放完氣炸之後立刻換成越洋儀步 欸可惜 他是立馬出招的所以沒辦法換掉 然後這邊還有防護照可以擋 這樣用光炮 然後我們再稍微磨一下 用氣炸直接拿下來 這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對手瑪麗露莉有可能他的兵用光速有一點能量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把腳踏天狗稍微磨一下之後換上 他是七七鳥 那七七鳥的話我們就拿願意步來打吧 七七七鳥其實是優勢的 越洋儀步打七七七鳥其實是優勢的 雖然整體上來說沒有屬性上的優劣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 二支波動出招速度比他的神僵猛擊來的快上一些 而且加上龍襲這一招打在越洋儀步身上 並沒有特別的痛 仰賴的還是越洋儀步本身的坦度 然後他之後換腳我們就用 增長來直接 消磨他的血 記得一定要用增長 如果用二支波動剛好被他妖精系擋到的話那個傷害量可是會變得非常低 好那就看對手用什麼招啦 如果他是用 嬉鬧的話有可能會直接死 好那我們 腳踏狗上來 他用嬉鬧的話就代表他氣已經沒了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磨一下 畢竟他最後一隻是七七鳥的情況 我們氣如果有夠的話 出招的話我們還是有機會贏掉那一隻七七七鳥 好那就看我們 可以我們 七七七鳥的氣也滿了 所以他的七七七鳥一上來當場吃到我們七七七應該是收尾 記得用腳踏天狗的時候一定要算一下對方的氣量 欸等一下他有寫 好那看我們能不能再拚一招啦 哎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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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最後還是暗燒一下夜刃 這邊算是有點 有點危險 我們七七七鳥的傷害對於七七七鳥來說 算是一個一般般啦 所以整體來說 差一點 差一滴滴 這場其實算是一個劣勢啦 因為手支的雷吉斯七五的蒸氣 但我們是用 馬力露莉擋下來之後 他換上的是 內戰專用的 吸道馬力露莉 然後馬力被拿下之後 我們腳踏天狗一上來又遇到 克星是七七七鳥 但是在七七七鳥 上來的時候我們用暗藝步稍微擋了一下 然後在 腳踏天狗的部分就可以 抹一下之後 順利的拿下 馬力露跟七七鳥 算是一個操作上 與蓄氣 相輔相成 才有辦法拿下這一場 整體來說算是 雷漢一步跟腳踏天狗的配合吧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雷漢一步算是很單純的角色 注意妖精與格鬥系 並且大招有增長就能夠使用 練到1500打超級聯盟的資源也不用太多 算是非常平民的寶可夢 各位喜歡一部系列的玩家 雷漢一步 將會是目前最適合拿來對戰使用 不妨可以練一隻試試看囉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往後還有喜歡更多寶可夢的資訊 歡迎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或到粉絲按讚 就會在第一時間 掌握更多消息喔 那麼 我們下部影片見